今天讲第三讲 国语和战国策 国语是西周初到春秋末 各国文献的汇编 后人又称它为春秋外传 称左传为春秋内传 其实国语跟春秋没有关系 国语的作者旧的说法也是左秋名 但是历代怀疑了很多 经过学者的研究 大多数认为 国语和左传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手笔 国语的最初的作者 可能是不同时期的各国的死官 编辑成书也许略早于左转 但是后来可能有人做过补充 从全书的体力看 左转呢 它不是编念体 而是一个风国体 它是以祭言为主 祭祀为辅 它所记得言论和行为活动 都是片段的 孤立的 一段一段之间 没有联系 完全不同于左转的编念体 我们今天看到的国语 居共是22卷 分别记录 周 鲁 齐 晋 正 楚 胡 越 八个国家的 军城阉行 那左转属记的国家就多得很了 比较多得多了 国语这八国当中 其中周语呢 时间跨度对长 祭祀的跳跃性很大 这个事情和那个时间 可以好多年 而且都是长篇大论 鲁语呢 是一事一矣的小片段 其语只是记齐桓公 和管仲的祭祀谈话 正语只是记石伯 就这一个人 他论天下新王 一篇言论 鲁语在国语里头篇幅最长 一共有九卷 其进武功 子鲁 智博之外 叙事的成分呢 较多一 除鱼呢 就记两个王 就是灵王和昭王的事 吴鱼 竞技 辅才 粤鱼呢 竞技勾建 可见它不是一个系统性的作作 国语跟左转的祭祀 有相当部分的重复 我们把这两本书加以比较 可以看出 左转是在国语的基础上 提炼加工的痕迹 有一些事情 大致相同 人物 地点 时间 互有差异 从思想看 国语 虽然也有儒家的观点 但同时也有 法家 末家 纵闻家的东西 这种兼容并包的现象 跟左转 都依照孔子的思想 及礼仪观点 来评论历史人物 显然有区别 国语的文学地位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第一 关于纪人 国语已经有将某一个人的言行 相对的集中编辑 为人物 小转 提供素材的意图 比如 鲁语 鲁语下 第一 至第七章 都是输送 母子的言行 静语 剑三 一共是八章 专门继 静汇宫的活动 静语第四卷 共二十四章 专门继进文宫 静语的 第七 第七卷一共九章 专门继进道宫 金语第九卷 第五 到第十一章 都是给赵检制有关 这可以看出来 作者显然是有意 这样编排的 这些一章一章的小片段 自成起起 没有人化为有机的整体 所以我们说它只能算一组 不能算一篇 在编者的心目中 纪言 仍然是重点 因此见人 只是不知觉的一种尝试而已 这里 它指出 粤语是个地外 粤语上篇 实际上是 粤王勾建的转转 而粤语下篇 可以看的是范里的转转 首尾万转 完整 不过 还是计言多于计刑 郭瑜 已经能够在矛盾中 揭示人物的心态 以及发展 并且运用对比 来体现作者的癌症 比如 金文公 从尔和金会公 一无 这是两兄弟 还有 丽姬和太子 生生 这是一对矛盾的对面 吾王福差 和约王勾建 这是一个仇敌 作者写的时候 对了写的 而且可以看出来 是学习的春秋的笔法 很少直接地加以 褒贬 从他的客观虚数当中 就能够 看出作者的 是非 乖 和倾向性 全书的主角 就是君王为主 同时也有一些 成僚 所谓陪陈 如金文公身边有 诸子多么的旧范 金飞公身边有 嫌于辞令的女生 西范公有宰府 管仲 胡拉夫差 由大臣 生虚 云王勾建 有谋似 犯离 这些大臣对于国军 是起到 烘托和补充的作用 好像花与叶 是不可以缺少的 国瑜也有一些片段 记录空军大夫 一些家言 善政 远见作诗 习行 异举 虽然只有一林片爪 也可以看出 某些性格特征 跟我们那天讲的 左转 还有个写闪现形 那种人物 不像上下 不过总体看来 国瑜的眼光 鉴于上层 不像不大注意下层 对 任务 那左转就不完全收入出来 第二 国瑜 及济世 多数是不如左转完整 比如陈铺之战 在左转是一篇 很完整的故事 而在国瑜里头 是分别为几个片段 不够完整 但是 国瑜也有一些超过左转力 比如写立即 之乱 它贯穿于 进 进与第一卷 第二卷 很长 而左转是分散的 国瑜从立即 离为夫人写起 然后 有人预言 他将要 转进国 而后呢 逐步地展开 写进宪功 不参与 祭武功 让立即的儿子 齐齐代替 他就祭世 然后写一个 戏子叫优思 叫这个立即 疏离太子 身身 设计 让太子 身身 到区 我地方去 并且 让他带兵 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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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结果立了功 反而受了怀疑 这个优思 这个优思 又和立即 秘密 谋略 拉拢 大臣 里科 使他保持中立 又叫立即 在进宪功 枕头片告状 又制造一个 做如放毒的假案 陷害太子 身身 说他要害他父亲 结果逼得 身身自杀 而且误告说 他的两个弟弟 公主从而一无 也参与 迫使他们流亡 在外 这样呢 立即的儿子 西齐呢 就 专空子 继承 陷宫 而成为 禁国的国君 但是 大臣们不服气啊 这个 元老 仲臣 里科 和匹正呢 联合起来 杀掉了 七齐 和他的弟弟 桌子 立即 也被除掉 从此以后 经过就大乱 这个故事很长 人物很多 头绪复杂 高筹跌起 比起左传的 分开记载 分开左传里头好多年了 这一张那一张 不连在一起 他这么集中呢 显得更突突 其中那个优思 就是那个戏子 他以唱歌 他以唱歌 念诗的办法 来暗地里 这个 奉语大臣理科 你最好保持中立 这个 左传人没有写 这个写得很有趣 很有戏剧性 这个情节 应该说是 写得比较生动 过于已经能够 熟练地运用 夸张 虚构 幽默 想象 等文学手段 比如 金连宫 派自客 吃赵顿 赵顿 进了门 看见他 听他大清早 穿好衣服 要上朝 还没有到时候 打个磕 爬在那里 他说这个人 进攻王室 会醒王室 是个好人 他就觉得 不能杀他 就自言自语 我要不杀他 对不起国君 杀他对不起老百姓 那我不如自杀吧 就一头壮丝 在院子里 怀入什么 院子里有块大 怀入 他说壮丝呢 那在自杀之前 他一个人在那自言自语 谁听见呢 没有人听见呢 照顿子那打河岁 他听不见呢 是吧 还有 刚才提到 那个立即半夜 在他的丈夫 在他的丈夫 正顶 现攻那个枕头边 又哭又说 误告 那个太子生生生啊 那个太子生生啊 那不是他生的了 那个太子生生 如何如何如何 这个也是夫妻整套片上说话呀 那么第三者是谁又听见了呢 这样子这样一些这样的情节 古人就怀疑 是无端的 没文具的 那么现在往我们新的文学观念来讲 就是想象 那现代的学者 简中说 就称他为代言法 就是作者代替 里头的角色在说话 这是小说里是常见的了 但是在史书里呢 古人就认为啊 这个靠不住 其实是一个进步 这个情节在左转里也有 但是呢 左转显然是利用了 国语的材料 那刚才我们说 国语有些资料在左转之前呢 这一部分就是利利 国语还有一些风趣幽默的小故事 比如说静语 第九卷就记 一个叫董叔的 想攀高门 给大贵族犯家结亲 有一个朋友我叫苏夏 说你不要这样了 那个是个大家族啊 那个董叔就说 我是找个拉扯 后来果然娶了 这个范家姑娘之后啊 哎 不好之后 哎 范家姑娘说 董家这个姑爷老对我不好 那范家大秀子就把她这个妹妹抓起 用绳子吊起来在那个屋子里的槐树上 要揍她 这个时候那个董叔的朋友呢 苏夏正好门口经过 就喊 这个苏夏现在你给我求情吧 这个苏夏就跟他说 你不是要求拉扯吗 你就拉现在拉上了 用扯叫扯上了 你还埋怨谁啊 这个很有趣 就苏夏利用这个拉扯拉扯 我们今天说的是现代汉语了 在古代汉语叫做祭园 戏园 这个戏园呢 是一语双关 又止拉扯 又止拉关系 妙语双关 就讽刺这个家伙呀 自作自受 还有近日的第四卷呢 记录 近公司丛儿留完在外 但是齐国呢 齐同对他很好 给他很多车马 又把女儿娶给他 他就不想走了 可是为了长远其军呢 他不能待在一个地方呢 他的妻子叫做 齐江啊 就和他的身边一个大臣 叫子范呢 两个人商量 让酒把他灌醉 然后抓上车 还是继续往前走 这个丛儿在车上醒了以后 怎么离开齐国了 啊 你们俩搞的鬼啊 特别是子范 你把我灌醉了 就拿个刀去追 这个子范 说呀 将来我要是不成功的话 我吃你的肉 没有够 这个子范呢 一边跑 一边回答说 如果说是我们将来不能成功 那么我的肉啊 我还不知道死在哪地方呢 我的肉可能是给柴狼吃 谁还给他争呢 如果我们的事业能成功啊 公子您将来呀 香的辣的呀 你的辣 够您吃的辣 我的肉啊 又腥又臭啊 又腥又臭啊 谁能跟你来争呢 这个话是开玩笑 开玩笑 但是呢 实际上是对他们这个政治流亡集团 两种命运最形象的预测 从而听到以后 很受刺激 总于呢 离开齐国 继续 这个 到别的国家去运动 这个故事 在左传里头呢 只有一句话 没有 谷狼 这么详细 第三点 关于谷狼的记忆 有 丞下对国君的征建 有行人司令 还有 与朋友之间的互相圈门 都很有特色 角度 心颖 理论 精辟 锁理 细腻 分析 透彻 而且有章法 让他严谨 是古代文传家 很称赞 例如 周语 里头有一篇 《少公见立王你霸》 这篇文章很有名了 大义是说 周立王很暴虐 国人都埋怨周王 一个大臣叫《少公》告诉周王说 老百姓受不了了 你这样对待他们才抱怨 周王说大怒 就造一个特务 叫做魏武 监视 批评他的人 要报告周王以后 就把他批评他的人杀掉 这一来 国家就全国的人就没有敢说话了 道路上走人 互相之间不敢打招呼 只有眼睛 来传递个人的态度 周王很高兴 就告诉《少公》说 我已经禁止他批评了 他们都不敢说话了 《少公》说 这是堵住他们了 这个堵住老百姓的口啊 比堵住那个江河的水啊 还要严重呢 江河的水你要不要堵住 结果体溃了 商人必定很多咯 老百姓也是这样咯 所以 治理江河的呢 要把河水啊 引导 让他下泄 治理老百姓的呢 要让他们 有地方说话 老百姓有什么事情 在心里头 一定要让他在嘴巴里面 能够讲出来 怎么能够堵住呢 如果你老是用堵住的办法去禁止老百姓说话 那么有谁来支持你呢 这个李王不听了 于是呢 全国人都不敢讲话 结果三年之后 周立王被人推翻 放入到外国去 放入到郊去去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一篇很有名的民著 它论述就是 让人民发表意见的必要性 反对 雅字批评 很有教育意 文章有比喻 有例证 有议论 有规券 很有说服力 再比如说 姬女里头 寄书相劝 韩宣子 韩宣子是晋国的执政 相当于宰相 他说 我老是很没钱花 很贫穷的 书相听了以后呢 反而想到足货 人家觉得没钱花很贫穷 他就足货 很奇怪 这个文章列举了 晋国最近的两个大家族 一个轮一个穴 他们的历史 说明 富而交者 必然 上加密宗 建而公者 可以消灾免获 而且更淫 淫疲子孙 一正一反 对比鲜明 厉害得势 很好不爽 这个文章很会做反面文章 这个书相会做反面文章 又比如说 楚瑜有一篇文章 讲 王宋女跟楚 跟楚国 跟晋国人 讨论什么是宝贝 晋国人认为 一种白玉啊 叫白杭啊 这是宝贝 你楚国有吗 那楚国王宋女说 我们有宝 但我们不以玉石为宝 我们以人才为宝 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很有力的驳斥的 和赵兼子的一根炫耀 那今天我们认为 人才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贝 比这个乌子里的 我们经营财宝 要有价值多了 还有比如说 鲁语里头 这一个老太太叫晋江 论劳仪 因为劳 一个人勤劳啊 就老是想做好事 因为她安逸呢 就会讲不出坏事 而且连引古代的许多制度 也加以考证 不顾说的 最后告诉她的日子 要尽得修业 这篇文章也很有名的 觉得很好 第四点 郭瑜他的语言 他的语言有个特点 首先是通俗话 口语话 据说当时 教太子会怎么读书 教材有好多种 其中有一种就叫语 所以口头传说的资料 郭瑜 大部分恐怕就属于语这一类了 其中大量使用的是语气词 助词 连词 而我们上次第一样讲过上书啊 上书就很少这个 就是这个系统 郭瑜里头的名词 动词 形容词呢 也明白流畅 句子通道 比如说 句无语辱 意思就是 坐下 我告诉你 就是长辈对晚辈的口气 比如说 我王者也会灾 我难道是王者吗 这是访问句 大家也说 今是何神也 无其若之何 没以乎 乐乎在 这些口气呢 都很通俗 它的风格呢 跟论语接近 而上书里头 我们上次提到 它最晚有东周的文章 但是跟郭瑜相比 实在虽然相近 但是差别很大 嗯 所以我们认为啊 上书可能是文业文 当时文业文 而 郭瑜 以及左传 可能是当时的 重书文 或者叫博华文 其实 郭瑜 全书的风格呢 是多样化的 不像左传那样 全书统一 啊 周瑜和其语 正语 理论性强 体字红波 长辨大作 静语呢 就是一诗一语 风格犀利 语言 俊勇 而厨语 无语 文字流畅 整齐 忽于气势 甚至 有些 对偶聚 啊 像 这个 《楚无举论》 台美啊 句子整齐 已经给战国车陷进了 啊 那个 《愿语》里头 有些句子甚至押韵 啊 比如说 范里 对 勾建说 啊 这四字愿语呢 天道 黄黄 日夜 有一长 《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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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押韵的 啊 这都是押韵的 啊 格局押韵 甚至聚局押韵 赋予因缘美 這個原因呢 有人认为 可能是地区 文风不同 有些是北方的文风 有些是南方的文风 还有认为 这个《愿语》等等 可能是战国中期的作品 所以 跟那个战国初期 甚至春秋时期 就不一样 总体看来 郭语在叙事方面 的成就 是不如左转的 但是 也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对后世的影响 它主要还是季言文 以及 它所开创的分国体 像正国车 像龙维文讲的 它分为十二国车 这就是学习的国语 是不得了 是不得了 虽然是不得了 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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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